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个该怎么练 动作该怎么变好 我们不去抢它了 所以我们完全能够非常容易的把我们的意念收回来 认真的去检查我们身体的每一处 更容易做到了身心合一 做到了静 人在非常静的时候也能够发现非常的动 人不怎么安静 那么你发现不了心的动 只有你非常安静 那么你就能发现 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动 现在你感觉到了身体里面的变化呀 气息呀 心的发现 静 静极生动 静到非常极致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心的动静 那么这在练拳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极致 这个静 静的不够 静得不够 静得不够 所以通过站庄这个基本功的训练 能让我们人真正做到入静 然后发现心的身体内部的动静 然后我们在练拳的时候 在慢慢开始运动的时候 保持着这个状态 所以 站庄是静中求动 那么我们在打拳的时候呢 动中守静 我要守住这种静的状态 我要把里面这种身体感觉要保持好 保持好这种松 保持好气沉丹田 保持好身体的重心 保持好关节的开张 保持好动作变化的禅思规律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 帮助我们有新的发现的非常简单的动作 所以基本功 它是帮助我们从太极拳训练 训练过程中快速进步的一个好的动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